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又来到你的金钱去领受你的话语 愿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将主耶稣的爱活在我们的家里 让我们的家成为盐成为光 去照亮我们身边的人 也都将这个福气去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 诚心所愿 当有客人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 他们在我们的家里看到什么呢? 天使又看到什么呢? 他们有没有闻到祈祷的气味呢? 我们的家是充满了良善 慷慨和爱 还是充满了紧张、愤怒、怨恨、纷争 我们的家仍然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气氛呢? 这个星期让我们一起去学习 如何令到我们的家 能够生活得更加的美好 星期日从君王身上吸取教训 历代之下三十二章、二十五和三十一节 希西家却没有 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话 因他心里骄傲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 并耶路撒冷 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 猜显侍者来见希西家 访问国宗所现的歧视 这是上帝离开他 要试验他 好知道他内心如何 当巴比伦的诸侯来到见希西家 希西家对于上帝 医治他的经历 避而不谈 希西家本来他可以 扣开侍者的心门 令到他们认识真神上帝的事情 上帝如何去医治他 上帝的恩典如何临到他 他的罪得到赦免 但是希西家他沉默不语 在历史学家就写下了 历代智下的三十二章 三十一节的目的 是表明了上帝的恩典 是多么容易被我们 视为理所当然 而接受恩典的人 又是多么容易变得 骄傲和自满 今天我们基督徒 我们有没有捉住这个时机 恰当的方式 我们去分享福音呢 当我们得到祝福蒙恩的时候 我们也都有没有将这个荣耀 归给我们的神呢 星期一 家庭优先 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至四十五节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尼塞亚了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失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安德烈呢 他遇见耶稣 他立刻就想到 他自己的家人 他就领他的哥哥西门 去见主耶稣 安德烈呢 他爱他的家人 他将福音呢 带到他的家里面 家庭是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宣教的原地 另外呢 在家庭里面 我们都要去帮助 小朋友呢 去建立信仰 我们不单单呢 给小朋友榜样 在家里面 我们都要鼓励小朋友呢 养成这个日常呢 熟灵的习惯 也都去跟他们去建立一个家庭崇拜的习惯 也都是很紧要的哦 在学科里面呢 提到另外一个的经文 是《路德记》的一章十六节 这里讲到 他说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那里去 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那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路德呢 他选择去跟从拿鹅米 相信他在拿鹅米的身上呢 他见证到上帝 让我们呢 都学习拿鹅米一样 在家里面 我们为上帝呢 去做这个美好的见证 星期二 以和平 赢得对方 在基督徒的婚姻当中 如果一个是信主 一个是未信主的 婚姻的关系 是不是可能会冒犯上帝呢 保罗他说 不是的 他说 夫妻一方归信主后 婚姻的神圣 和亲密关系 仍然是全续的 在哥林多前书七章 十二至十五节 这里就这么说 他说 我对其余的人说 倘若某弟兄 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 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 他就不要离开丈夫 因为不信的丈夫 就因着妻子 成了圣洁 并且不信的妻子 就因着丈夫 成了圣洁 不然 你们的儿女 就不圣洁 但如今 他们是圣洁的了 倘若那不信的人 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吧 无论是弟兄 是姊妹 遇着这样的事 都不必拘束 上帝照我们 原是要我们和睦 上帝要我们和睦的相处 虽然信仰 不同的家庭 会是面临着很多的难处 但上帝的话语 是非常明确的 基督的平安 往往是让我们 找出一些方法 在家中 我们怎样去到掌权 他希望我们 能够保持婚姻的稳固 在困难当中 我们可以去彰显 福音的能力 基督徒的人词的爱 坚定的忠证 谦卑的服务 以及动人的见证 可以为赢得非基督徒配偶 创造了一个最大的可能性 星期三 家庭生活是为了分享 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 所以我求你们要效法我 以忽所书五章一节 所以作为蒙词爱的儿女 你们该效法神 在圣经当中 新约是强调效法 在榜样当中 是去学习 最大的学习 就是从观察 和校学 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 另外 在家庭里面 小朋友是校学父母和弟兄姐妹 夫妻之间 亦是要互相的校学和尊重 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说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人本身因为有罪 所以榜样是有缺陷的 因此我们只有校学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家庭中最高的榜样 我们才能够在四周的环境当中 我们将这个福音彰显出来 星期四 具有感染力的友善核心 圣经教导我们要有好客之道 在《创世纪》的十八章 一至八节 阿伯拉罕他接待了天使 《创世纪》二十四章 十五至二十节 尼伯家和他的家人 接待了阿伯拉罕的仆人 他们都落于款待客人 而得到不同的福气 主耶稣也都很喜欢 来到人的家里探访 在《勞家福音》的十九章 五至六节 这样说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杀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表现好客的精神 因为这个是一种自我奉献之外的 真切表达来的 即使我们的家里 去接待我们的客人 吃一餐 加常便饭 但藉着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 去互相的认识和鼓励 这些都是显出我们底兄姊妹之间的爱 因为真正的好客 是发自于被上帝的爱去触动的 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上面 我们都表现出外人的心 我们热情的款待 令到所接触到的人 可以同目这个恩典 今天我们的概述到这里 愿主的爱 祝福每一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